有能力影响整个人间的走势 这种人很少 程丽雪才会说这道算术题很简单 宁缺却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想听听那个简单的答案 程丽雪看着站在雨连前的他说道 大先生只留在宫中 守在堂弟身边 直到你从玄空寺回来 他才能离开长安 但依然要跟着九徒不得自由 二先生用一柄剑 拖住整个佛宗 令修行界震撼敬畏 但他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离开西荒悬空寺 他毕竟不是夫子 三先生行踪缥缈 看似无人知晓 但其实我们都清楚 他一直在草原上和唐一道 带着荒人部落的强者 在暗中拘杀东帐王庭的人 东荒离燕不远 离长安也不远 但他不会难归的 当代魔宗宗主 怎么可能把时间消耗在 东帐王庭那些人的身上 他看的是赫兰山雀 书愿想让荒人部落植入西荒 和镇北军夹击金掌王庭 这不可能瞒住贯主的 这种事情本就极难瞒人 关键在于能不能成功 你不能否认 至少看上去 输愿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你曾经在魏城从军 应该很清楚金掌王庭如何的强大 何必自欺其人呢 哪怕他是二十三年禅 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战胜金掌的 想要完成书院的战略 他哪有余力 顾及中原的事 我可不想让三师姐太累 三位先生都不在 那么书愿还剩下谁 陈皮皮雪山汽海皆废 唐小唐随他四处逃亡 玉池在乐部大将 和数位大祭司的压力下 只能是苦苦之称 就凭你和后山那几位先生 怎么对抗 道门源源不绝的强者 宁却沉默片刻后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陈丽雪看着他深情平静的面容 微嘲说道 灌主 长教 赵南海 龙庆 横目 无论是谁 你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居然说 都不是问题 对阵 不是齐瓶上的对弈 这些道门的强者 在我看来 都是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 不是问题 其实 你还漏了一个人 推着灌注轮椅的那位中年道人 在我看来 要比赵南海 龙庆之流 麻烦得多 为何 你会这样认为 神秘兮兮兮兮的人 看上去总是更可怕些 当然 我只是认为 他比较麻烦 不会害怕 因为我依然认为 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宁却 看着陈丽雪的眼睛说 只要能解决 九徒和屠夫 西陵神殿 对我来说 就是一间破屋 这 便是我给你的信心 从开始到现在 书院 对人间局势的判断 始终清晰 祝新教传播 长安备战 鱼帘入荒原 君墨 见汉 悬空寺 无论是有意 还是无意 这些举措 都是为了撼动 道门的根基 从而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 消灭道门 唯如此 才能断绝 浩天力量的来源 才能帮助老师 战胜浩天 想要在浩天的世界里 毁灭浩天道门 必然要打很多恶仗 苦仗 贯主现在是废人 哪怕智慧依然无双 但也没有当年 单身入长安时 尽神般的力量 春天的那场雨 哪怕让道门 生出再多的年轻强者 也不可能是 书院三位先生的对手 遗憾的是 浩天在离开人间 回归神国之前 替自己的信徒 找到了两位最强大的庇护者 为道门套牢了两条 最恐怖的看家狗 我说过 我说过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只要在熟师那里上过两天学的孩童 就能算得清楚 谁不知道书院想杀谁 可问题是 这是两个杀不死的人啊 只要是人 就不可能杀不死 那两个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不能算是人了 灌主当年神威如海 亦非凡人 一样被书院 重伤将死 九屠屠夫和灌主最大的区别 便在于 他们更擅长活着 他们能在浩天的目光下 存活这么多年 能够熬过漫长的永夜 似乎时间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便是夫子都没有出手 你们怎么可能杀得死他们 宁却不再多言 杀死他们那天 你和天狱神殿来归吗 成立雪深情威廉 书院的信心 究竟来自何处 宁却转身 望秋雨如曝 沉默不语 南进偏南 亦是深秋 林康城外 山上的树叶依然不是太黄 被尘世开始落下的这场雨 洗过 轻易见法 此重新回到了春天 九屠和大师兄 在山道上随意行走 没有并肩 用肉眼也很难分辨出前后 自然不会携手 但终究是旅途上 随时坐了个伴 灌主现在坐在轮椅上 那他们便是世界上走得最快的两个人 此时走在雨中山道上 却很是缓慢 显得极为潇洒淡然 其实我很清楚 书院一直想杀我 最想杀我 比杀屠夫更想 因为我比屠夫快 所以我对你们的威胁最大 雨珠落在九屠的长山上 纷纷纷滚落 就像荷叶上的露珠 他的声音也像这些水珠般 再没有平时的沧桑和腐朽意味 大师兄看着他长山前巾上的那抹血说 也曾经是最想携手的人 九屠微笑说 为何呀 我们想祝老师战胜好天 想要灭盗门 那岂不是更应该杀我 前辈与盗门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若与书院携手 灭盗门只是一念之间 人间想来会少流很多血 那是以前 从他出现在我身前那一刻起 我与盗门便有了关系 可他已经离开了人间 九屠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地说 都说你是世间至人至善至信之人 没想到今日却来劝我做背信之事 和解呀 信乃人言 他不是人 故难成信 大师兄忽然沉默 隔了很久 他指着九屠的常山说道 那些都是假话 背信就是背信 只是你若能背信 我便连太守的血 都能视而不见 何况别的呢 神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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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人